西有琉璃瓦,今有身边人,欢迎收听琉璃故事会 毕业后,我凭借出色的履历成功应聘上了金圈太子爷江培的秘书 江培这个人极其不好应付,他有极度的生理洁癖和心理洁癖 办公室里面见不得一粒尘土,身边容不下一个女人 我不仅要事物巨细汇报工作,还要将她生活的方方面面打点周到 更要24小时随时待命,打发掉一切试图接近她的女人 每次出差,我还要住在江培的隔壁 我需要打起12分的精神,时刻做好将对家送来的脱光了衣服 在床上等着江培的女人从酒店房间里面无表情地丢出去 并给江培埋结酒药的准备 终于在我连轴转无休近三个月 顺利完成了对一家传媒公司的收购后 江培回老家了 我终于能够松一口气,好好休息了 这是我这么多天第一次按时下班 我和几个平时要好的同事脱下呆板的工作服 转头换上了性感的辣妹套装,就去夜店蹦迪 难得放松一次,我喝了一杯又一杯的酒 呜呜地趴在同事小许的肩膀上哭 该死的江培,天天把我当驴一样使唤 害得咱们虽然在同一个公司,却天天就跟异地恋一样 小许也红了眼,这次收购结束之后 总算是能好好休息了 我羡慕地留下了热泪,人人都能休息 只有本宫休息不了 每次放假,老江都得不停地夺命连环电话打给我 上次五一放假,他家里让他去相亲 他当即给我打电话,让我穿得好看一点 过去装正宫,愣是把人家小姑娘气走了 这三年,我从酒店将女人赶出去42次 帮他打发相亲对象26次 偷偷帮他买发财数24克 打扫办公室近2000次 万恶的资本家,回头就去劳动重裁 告他压榨剥削员工 小王同情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往好处想,万一有一天,你真的成了老板娘呢 我醉醺醺地摆了摆手 没那可能,要是我和姜培能成 我把这酒杯都吃了 酒局结束之后,没喝酒的实习生小夏挨个送我们回家 看到醉得不清,争着两个黑漆漆的熊猫眼的我 实习生小夏心疼地看向我 姜总回老家了,估计明天也不来上班 小西姐,要不然你请个假吧,休息一天 我觉得很有道理,刚喝了八杯鸡尾酒 醉得不清,估计第二天早上爬不起来 等到关上门,我跌跌撞撞走到主卧 抓起来,手机就给被注为冷面阎王的姜培发了微信 那几杯酒实在是上头 我迷迷糊糊就给姜培发出去一句请假信息 老公,我喝醉酒了,有点头疼 明天想和你亲一下,可以吗? 发完消息之后,我倒头就睡了 第二天刚一睁眼,难受得要死 我抬手摸了摸头,额头滚烫,鼻子也不透气 应该是感冒了 我习惯性地拿起手机 刚打开屏幕 就看见姜培打来的十几个未接来电 还有微信 我吓得一个机灵 微信都没有来得及看 就赶紧给他回拨了电话 我揉了揉太阳穴 努力让自己嘶哑的声音听起来一本正经 姜总,昨天晚上我喝醉酒了 所以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 我以为姜培会像平日一样 毒舌地讥讽我两句 还有心情喝酒 赶紧滚回来上班之类的资本主义语录 可是都没有 今天的姜培格外不自然 我,我知道你喝酒了 就是问问 你现在身体怎么样了 听着声音似乎不太对劲啊 是不是感冒了 我有些稀奇 平时跟我说话 除雀公是一句话 很少跟我说超过三个字的太子爷姜培 今天竟然主动问起我的身体状况 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多谢姜总关心 我身体不错 就是前一段时间加班太久了 一放松下来 就 我重重打了个喷嚏 好像还真是感冒了 好好吃药 待会儿我让我的私人医生 上门来给你看病 姜培说 如果今天晚上 姜培的声音极度不自然 我怎么听起来还有些羞涩呢 她顿了顿又道 如果今天晚上 我能赶回来A城 我就过去找你 我 我 过来找我做什么 姜总您太客气了 我就是小病 不用您亲自登门来探望我 多给几天假期就行了 电话那头的姜培 似乎有些咬牙切齿 芸汐 你说我为什么找你呢 我不敢说 脑海里飞速闪过我家里车上 最近是不是有她落下的文件 电话那头 姜培语气强硬 你好好吃要输液 不要把病传染给我了 我 我以前也不是没生过病 我的工位在姜培办公室外面 我生病的时候 一般姜培都给我放假 有时候我着急赶工 带病上班 也都是戴着口罩 姜培也总是戴着口罩 距离生病的我十万八千里 我怎么会传染给她呢 万恶的资本家 总是嫌弃打工人这日内呢 我心里鄙夷地骂了两句 说完之后 姜培极度不自然地吞吞吐吐了半天 也不说重点 也不挂电话 我一个打工人 也不敢挂总裁电话 只能这么耗着 眼看着五分钟过去 我心疼我的花费 于是小心翼翼试探 姜总 您还有别的事吗 姜培终于开口了 声音急促又短暂 小乖 听话 等我回来 说完之后 姜培迅速挂断了电话 我脑子昏昏沉沉 好半天都没缓过神来 等回过神来 我整个人都爆炸了 小乖 姜培是在跟我说话 还是跟他家那只宠物狗七七说话呀 就在我百思不得其解 觉得姜培今天肯定是犯病了的时候 我点开姜培发的微信消息 看了一眼 这一眼 了不得 我昨天晚上喝断片了 都忘记怎么给姜培发的消息了 原本我想要发的是 老板 我喝醉酒了 有点头疼 明天想跟你请个假可以吗 现在的聊天框内 我老公 我喝醉酒了 有点头疼 明天想和你亲一下 可以吗 对面被注为冷面阎王的姜培 撤回了两条消息 继而回复了一句 嗯 当事人就是后悔 极度后悔 本来我是想着直接辞职算了 我实在是没脸见人 但是在网上又看见了一个帖子 网友说 为了上班能摸鱼 故意给老板表白 老板非但没有开除他 反而开始和他保持距离 能不让他干的活就不让他干 能让他干的活就让别人干 网友空闲时间多了起来 据说还抽空把CPA给考下来了 我做了一整天心理建设之后 第三天过去上班的时候 一群人非常关心我的病情 继继姐 你身体怎么样了 你可算是来了 继继姐 你再不来 我们都要被折磨死了 呜呜呜继继姐 你平时怎么受得了老板的 你不在的这两天 我每天把他的办公室打扫得超级干净 你猜怎么着 他不知道从哪拿出来放大镜 直接指着一粒尘埃 说我没用心打扫 不仅如此 我交上去的策划 已经让我改了九版了屋 我压低了声音问他们 最近江总的心情咋样 这两天有没有物色新的秘书啊 听见我这话 特助小李瞬间瞪大了眼睛 什么叫做招聘新秘书 继继姐 你该不会要辞职了吧 继继姐 你不能走 你要是走了 我们怎么办 一旁的人士总监小孙 听见我这话 当场瞪大了眼睛 继继姐 你可不能走 你没来之前 咱们这儿的秘书 几乎一周换一个 好不容易招聘了你之后 我这儿工作量都减少了不少 你要是觉得工资少的话 我马上就去跟老板汇报 建议提升你的工资 我本来想要解释我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谁会跟嘉欣过不去呢 我故作为难 这样不好吧 孙总监 要是江总不同意呢 孙总监连忙道 不会不同意的 江总那么看重你 你可是他最信任的心腹 我猛地呛了一口气 不知道他是从哪得出来的荒谬结论 我要真是江培的心腹 恐怕做梦都要吓醒了 其实我只是想要探听一下 江培这两天的心情怎么样 可是没有一个人告诉我 最后我只好作罢 我怎么也没想到 不过半个小时 公司上下各种小群 都传遍了我和顾总吵架了 打算离职的消息 每个人看到我的表情 都带着同情和不舍 毕竟江培确实有点大病 整个公司只有我能受得了他 其他人压根无法和他 在同一个空间相处一分钟 而我丝毫没有察觉到 我依旧沉浸在 孙总监要提议 给我加薪的喜悦之中 等我回到办公室 坐下来的时候 熟悉的夺命电话铃声 响起来了 是江培打来的 我又响起了那条 挫发的短信 有些后怕 我让旁边的实习生接了电话 小周 你帮我接一下电话 如果江总问起来我 你就说我已经来上班了 但是身体不适 这边刚接起电话 江培低沉的声音就响起 云秘书 你来我办公室一趟 实习大学生小周 为难地看向我 我指了指自己的喉咙 咳嗽了一声 小周心领神会 冲我比了一个OK的手势 他对着我用口行说 包在我身上 继而他对电话那头 一板一眼汇报 江总 云秘书说他嗓子不舒服 没法说话 你有什么事情跟我说就行 我转达给他 我 江培气笑了 他没法说话 怎么跟你嗓子不舒服似的 小周格外实诚 他在我旁边比划着说的 哇 江培吃笑一声 就挂断了电话 也没有再打过来找我 接下来长达一整天的时间 我都在和江培打游击战 江培开会 我不置好会场之后 以我怕传染给大家为由 让两个实习生过去播放PPT 江培喝水 我全副武装 戴着口罩帽子 一个剑布 拿着咖啡杯 从茶水间冲出去 和他擦肩而过 差点把咖啡 撒在江培的白衬衫上 江培吃饭 我直接放弃 自己最爱吃的番茄牛腩 锅包肉 糖醋里脊 大鸡腿等 难得同时出现在一顿 午餐内的美食 而选择下楼吃虾仁云吞 以免在食堂碰见江培尴尬 我怎么也没想到 等我吃饱喝足 提着一杯冰咖啡回去等电梯的时候 和江培迎面壮的正着 我们四目相对 颇为尴尬 按理说这个点 江培应该还没吃完饭呢 怎么会出现在楼下 里面特助按住电梯 看向电梯外的我 西西姐 快来 我可不敢和江培 共乘一部电梯 我摆了摆手 善笑道 嘿嘿 你们上去吧 我就不挤电梯了 我爬楼梯减肥 特助一脸惊讶地 看着我踩着的恨天高 西西姐 你穿着高跟鞋 爬二十一层楼梯呀 哇 在电梯里面的江培 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我的脸瞬间红了一大片 跟我素来不和睦的死对头 财务部的吴梦 抱着手嘖嘖了两句 进来呗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在躲着 我们这里的谁呢 电梯里面的同事们 纷纷竖起耳朵 准备听八卦 目光大多都落在了 吴梦本人身上 大家知道 我们两个素来不和 吴梦比我大八岁 经常以老卖老 每次我出差要报销的东西 吴梦总要卡我几回 在公司里 我们两个撕破脸 吵了好几次 每次江培 都以维护公司 合目为由 让我不要和吴梦计较 然后私下会 偷偷给我个人报销 吴梦最多卡我报销一个月 然后就会一分 不少地打到我卡里 所以后来 我反而期待他 给我穿小鞋 卡我报销 因为每当这时 我反而能多挣一笔 今天我对他 没什么大意见 我主要躲的是江培 我连忙故意剧烈咳嗽起来 不是 我主要是刚刚中感冒了 我怕传染给你们 特助小李和一众同事们 热情招呼我 没事 希希姐 我们才不会嫌弃你的 其实 他们主要是不想 跟江培共乘电梯 平时有我在的时候 还能说两句话 插可打混 我硬着头皮走进去 这时候电梯里面 已经有七个人了 还挺挤的 公司里大家都知道 总裁有洁癖 所以都避开他 恨不得贴着电梯墙壁站着 吴梦刻意挤对我 一个扭胯 就将我挤到了江培那边 我穿着高跟鞋没有站稳 一下子就撞到了江培怀里 还顺带一脚踩上了江培 擦得增亮的皮鞋上 江培抬手稳稳扶住了我 小心 所有人瞬间平住呼吸 不敢说话 一脸同情地看向我 平时江培杰匹到进他办公室 都要穿鞋套 他阅读文件 都恨不得对手消毒十几遍 戴上一次性手套 上一个一脚踩上江培鞋子的人 现如今已经破产了 吴梦瞬间尖叫起来 哎呀 芸汐 你怎么故意摔倒在江总怀里呀 还故意踩脏江总的鞋子啊 江总有洁癖 你不知道吗 你要是真的想上位 也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 用这种手段啊 我被吴梦这尖利的女高音喊的 恨不得找个洞钻进去 江培看了吴梦一眼 没眼韵怒 似乎想要发作 却还是没发作 他转头看向我 声音温柔 没事吧 吴梦 众人几乎惊掉了下巴 我也有些愕然 江培的脾气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了 我记得上次我坐他的车 下车时 他就让司机开会去消毒 我刚刚那一走 他没让我当众给他擦鞋子 就算不错了 竟然还来问我有事没事 这还是那个冷面阳望江培吗 难不成我那个挫发的微信 真的把他给下转性了 我连忙从江培怀里起身 没事没事 不经意间 我似有若无地 蹭到了江培一截手指 江培眼角抽了抽 几番隐忍之下 还是没忍住 他在众目睽睽之下 从口袋里拿出一包便携免洗消毒液 撕开洗手 我 众人好奇 八卦的目光又变回了波澜不惊 原来我并不是江总的例外 这边吴梦几乎快要笑抽了 格外得意 我瞪了他一眼 然后赶紧解释 江总 不好意思 我刚刚真的不是故意踩你鞋子的 一旁的吴梦阴阳怪气的天油加醋 那这么说 你就是无意踩了的呗 小夕啊 不是我说你 你是江总的秘书 也跟了江总三年了 你明明知道江总有洁癖 你还为了近距离接触他 故意踩他的鞋子 如果换成平时 我早就冲上去 撕烂无梦的嘴了 可是现如今 我心虚 我仗红了脸 几乎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最后只挤出来一句最近的热门流行台词 无会计要是这么说 那我无话可说 一旁舞剧冲浪紧跟时事的特助没忍住 几乎笑出了声 吴梦刚刚一顿操作似乎打到了棉花上 他一时语色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吃了个活生生的哑巴亏 眼看着电梯就要到达21层了 江培终于开口了 只不过不是开口劝架 而是火上浇油 江培眼底带着笑意 他看向我 于秘书平时不是挺会说的吗 怎么不说了 跟他吵啊 我给你撑腰 这边无梦听见江培这话 气得脸色铁青 江总你还真是偏心啊 江培挑眉 工作场合 你以为这是在你家里 谁都是你老公 都要让着你 我的人才不会让着你 吴梦冷哼一声 翻了个白眼 电梯里面的同事此刻 眼睛瞪得像同龄 这还是第一次 见到江培在公开场合 维护我这个秘书 而且是非常暧昧的维护 所有的同事听见这话 像是听见了什么 今天八卦一般 纷纷对视 特助正低着头 疯狂在微信聊天框里面 打字 我张红了脸 不敢直视江培 故作淡淡的开口 继续说经典台词 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不必多说 相信江总和大家心里 都跟明镜一样 电梯声响了 江培等一众人离开 无梦气急败坏地指着我 就你会装人淡如菊 教训完我之后 他扬长而去 我正准备脚底抹油偷溜 前脚刚出洗手间 后脚就撞见了 慢条丝里擦手的江培 我善笑着冲他笑笑 江总好 我正准备开溜 江培冷冷到 云秘书 还想跑啊 他一步步朝着我走过来 大事不妙 我心里疯狂敲起了警钟 我一步步后退 眼看着江培距离我越来越近 我身后就是洗手台 退无可退的时候 我连忙白手挡在身前 江总 刚才我真不是故意踩你鞋子的 江培脸色越发阴沉 他弯下腰 我明显感觉到 他的呼吸清晰可闻 周身乌木沉香的味道 包围住了我 江培声音低沉 带着些许危险 在我耳盼道 昨天不是说 要跟我亲一下吗 多什么 我感觉我的脸 就像是烧开了水的水壶一样滚烫 我捏如两句 几乎是一句也说不出来 我那天是 错发 打错字了 我抬起眼睛 可怜兮兮的看向江培 真的是 错发 您大人有大量 饶过我吧 江培挑眉 宛如男狐狸一般 声音带着诱惑 你敢说 你就没想过 我咽了咽口水 瞥了江培一眼 他长得实在是好看 我点了点头 又摇了摇头 我想过 但是也就想想而已 您是天上的月亮 我是水里百烂的咸鱼 我知道的 您放心 我不会亵渎你 我只会默默的 把对你的喜欢藏在心里 说完之后 我感觉江培明显一愣 继而 我又擦了擦不存在的眼泪 我感觉 我不能继续做你的秘书了 江培问我 为什么 我叹了一口气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 我怕哪一天 我没控制住自己 说完之后 我装作绝望一般 捂住了脸 我心里狂喜 几乎笑出了诸教 估计江培为了避嫌 很快就会招聘新的秘书了 我能掉岗了吧 眼前的江培迟迟迟没说话 我松开一条纸缝 试图看他 江培并没有我想象之中的震惊暴怒羞愤 而是淡淡地点了点头 我知道了 就这 江培转身就走 我刚松了一口气 他去而复返 云秘书 吃饭了吗 我正想要拒绝说自己吃过了 不等我开口 江培又倒 总是心虚怕碰见我 所以专门在饭点去楼下偷吃了你平时喜欢的那家云吞吧 我当即摇头 一脸正义凛然 没有啊 我就去买了一杯咖啡 江培笑着说 那正好 一起去吃 今天凑巧都是你爱吃的菜 我几乎快要绷不住了 欲哭无泪 好 好啊 等到我们去餐厅的时候 餐厅的人已经不多了 许多人见到江培过来 要么赶紧脚底抹油偷溜 要么装作失而不见 迎面状上的就只能硬着头皮上前打个招呼 江培有自己专用的饭盒 他不用餐厅的盘子 我则是拿了的餐厅的饭盘去盛菜 看着那些平时让我胃口大开的饭菜 此刻就是后悔自己刚才为什么不吃小份的 我越过所有的肉菜 装模作样的加了几朵西兰花 江培盯着我的盘子 云秘书 心情不好啊 吃这么少 我皮笑肉不笑 这不是快到夏天了 减肥 减肥 江培拿着夹子走到我身边 多吃点吧 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 而且 你不胖 说完之后 江培拿过我的盘子 就帮我将所有的菜一样夹了一些 等到大压腿的地方 他非常热心肠地给我夹了两个 我 可真是谢谢您了 这时候食堂角落里面没有走的几个同事 交头劲 明显看出来他们似乎在偷拍 毕竟没有人和江培一起吃饭 我算是江培半个饭搭子 但是江培主动给我盛饭 这还是第一次 我端着那盘满满当当的饭菜的时候 欲哭无泪 江培则笑得一脸宠溺 多吃点 云秘书 看你都瘦成什么样子了 我总感觉他笑得不怀好意 似乎想要撑死我 因为他自己的饭盒里只有几朵西兰花 和一点青菜 主食都没有 我的微信瞬间被轰炸了 特助小李给我发消息 西西姐 现在你要离职的消息 在公司内已经传遍了 江总是不是不舍得你走 所以开始表现得互犊子了 看来你对江总还是很重要的呀 江总都给你亲自盛饭了 还说给你撑腰 我 谁说我要辞职了 那不过是欲擒故纵 想要涨工资的一种手段而已 我几番欲言又止 最后在江培看向我的那一刻 我妥协了 江总 我 江培明显有些防备 他眉头紧锁地看向我 我快要哭了 我跟您承认吧 我下楼吃了一大份虾仁云吞 实在是吃不下了 江培明显松了一口气 眼底闪过一丝不经意地笑 那就不吃 我如是重负 继而一脸可惜道 哎 就是浪费了这些饭 可惜了 一会我打包走吧 话音刚落 江培伸手将我的盘子拉到他面前 没关系 我吃 我 我 我赶紧阻拦 不是江总 这是我刚刚吃过的呀 我赶紧提醒严重洁癖的江培 以为他得了失心疯 江培唇角一弯 我知道啊 我震惊了 你知道 那你还吃 江培道 那也不能浪费 而且 你就吃了几口 于是我震惊地看着江培 将我那一盘子饭菜给吃完了 我整个人如同被霜打的茄子一样 皮笑若不笑地看向江培 江总 您这洁癖 还真是薛定谔的洁癖呀 江培淡然地瞥了我一眼 慢条思理地用纸巾擦嘴 是啊 如果连你吃过的饭菜都嫌弃的话 待会我还怎么亲你 我 这是可以说的吗 我瞬间仗红了脸 几乎抓狂 这里是餐厅 不是酒店 江总你能不能注意分寸啊 江培眼神里带着引诱 似笑非笑 压低了声音 怎么 你还想跟我去酒店啊 换成别人 在餐厅对我说这话 我马上把饭盘扣在他脸上 换成江培 我第一时间想到的竟然是他有洁癖 只怕是我要把脸擦上一百遍 我看向江培 脸滚烫无比 不得不说 江培这张脸完完全全长在了我的什么点上 相处三年 虽然每次我心动的苗头 都会被江培无理的压榨要求 而狠狠抑制 可是每次还会因为他不经意间的举动而心动 更别说这张禁欲的脸对着我耍流氓了 实在是招架不住 走了 一会来我办公室拿东西 江培说完之后 抛下这么一句话 留下宛如被累积过的我 静止就走了 我叹了一口气 心里咒骂 神经病 调戏完之后 还要我午休时间加班 万恶的资本家 谁要是爱上老板 谁就是蠢蠢脑子有病 我去洗手间洗漱 重新补了补妆 刷了刷牙 江培这人有洁癖 不仅自己一天刷八次牙 还要求我一天刷牙不低于六次 早起 三餐后 午休后 晚上 一旦我忘记吃饭后 刷牙跟他汇报工作 他就会一脸嫌弃的 让我在门口站着汇报 收拾完毕 我做好心理建设 来到了江培办公室门口 我敲门 门被打开 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被江培拉进去 按在门上 继而门关上了 我看着近在咫尺的江培 江培也是刚刚洗漱过 身上散发着干净的肥皂香味 混合着乌木沉香 让人格外沉迷 这个姿势诡异暧 我试图从他胳膊下面钻出去 又被他一把捞回 重新按回去 四目相对之下 江培终于开口了 他神情颇为不自然 听说你要辞职 我 我脑海里想过几百种狡辩的话术 但是还没有开口 江培又对我说 不就是觉得表白失败了吗 是不是不好意思了 可是我也没有拒绝你不是 也不是全然没有希望啊 万一我也喜欢你呢 我不是答应你了吗 我 我疑惑 你答应我什么了 江培声音有些低呀 亲你 话音刚落 他将我一把抱起 与此同时 他低头吻上了我 江培周身轻烈的乌木沉香 将我整个人包围 他吻得我几乎喘不过来气 好不容易我推开他喘息的空档 我仰着头问他 江总 你不洁癖了 江培忍无可忍 咬牙切齿道 闭嘴 说完之后 他又惩罚式的咬住了我的唇 我发誓 我当时是真的想要一把推开他的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们两个就抱到了沙发上 再然后 再然后就不知道怎么的 就睡到一起了 江培因为有洁癖的缘故 他的办公室是有独立卫浴的 洗完澡之后 我整个人都蒙了 我赶紧将衣服穿好 吹好头发 毕恭毕敬地坐在沙发上等着江培出来 江培出来的时候 头发已经吹干了 他的衬衫扣得一丝不苟 恢复到了平时要死不活的样子 我不敢和他对视 只是善笑道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那我就先走了 江培居高临下 看着我 云秘鼠 睡完我就想跑啊 我有些发愣 眨巴眨巴眼睛 我拿起手机 那 要不我给你转五百 江培眼角抽了抽 脸色更臭了 我就值五百 我忍痛道 给你转一千行了吧 下次不许抢买抢卖了 KTV的高大帅气的男模也才五百 江培这次是真的气笑了 你还敢点男模 给我发消息的那天晚上 不会是在KTV喝醉酒了 点男模去了 然后错发给我了吧 不得不说 江培的直觉竟然比女人还要准 我抬眼一脸震惊地看向她 由衷地夸赞 江总 你真厉害 你怎么知道的 江培几番欲言又止 最后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我趁机想要溜走 她一把将我捞回怀里 抬手捏了捏我的脸 声音有些韵怒 芸汐 出息了 感点男模了呀 我善笑道 工作繁忙 总要给自己解压 而且不光我点 咱们公司还有 江培挑眉 还有谁 我当即闭嘴 抬眼看向江培 以后不点了 我心里嘀咕 反正以后点不点也不知道 江培锤眼看着我 忽然震惊起来 她声音温柔 芸汐 做我女朋友吧 我瞳孔地震 如果说江培长得好看 以后 时常约一两次还可以 但是她 这人生活和工作上 实在是非常讨人厌 我摇了摇头 江培一脸失落 为什么 我格外诚实 因为这三年 我发现你大毛病没有 小毛病一堆 我怕和你在一起之后 回家你也让我穿鞋套 怕在地上擦好几遍 江培忍俊不禁 勾唇 不会 家里有阿姨打扫 我又道 我怕你和工作上一样 对我挑三拣四 并且趁机克扣我工资 江培道 不会 给你加薪 以后生活费 恋爱期间 每个月五十万 结婚后 每月三百万 我瞪大了眼睛 江培又赶紧解释 你要是觉得我这样说 对你不尊重的话 那我也可以 我伸手挡住了她的嘴 很尊重 实在是太尊重了 我抬眼望向她 那这五十万除外 工资还会给我照发吧 江培笑了 照发 我伸出手 同江培的手指 食指相扣 那我同意了 我和江培的地下恋情 直到第三个月后 才被我的死对头 无梦撞破 撞破那天上午 我还在公司 因为报仗问题 和无梦大吵一架 差点和无梦扯头花 最后还是赶来的江培 将我们分开了 我说江培偏心无梦 无梦说江培偏心我 江培一个脑袋两个大 结果没想到 下午我和江培的私情 就被无梦给撞破了 并不是因为我和江培 在公司表现得多明显 而是因为江培 带我回家见父母的时候 打了照面 我去之前还在认真盘算着 要给江培的爸爸和继母 带什么礼物的时候 江培在旁边勾唇 我觉得你应该不想 给我继母带礼物 我敏锐地捕捉到了什么 问她难不成你和继母不合 也对 一般像你们这样的豪门恩怨 肯定很多 是不是因为她当初害的阿姨 我瞬间捂住了嘴 一脸不可置信 江培无语了 我妈妈离世的时候 我妈还不认识她呢 你小脑袋瓜里都在想什么 我有些疑惑 那我还是给继母阿姨带一点吧 她平常喜欢什么 你知道吗 江培眼底的笑意更浓 她平常喜欢 只要你距离她远一点 不张口惹她生气就行 我美好气地瞥她一眼 光说些有的没的 等到了江培家老宅的时候 她爸爸一身中山装 笑眯眯地迎了上来 而我的目光 撞上了挽着 将爸爸胳膊笑得一脸温婉 穿着旗袍的无梦 我瞳孔地震 无梦 无梦此刻也瞳孔地震 云熙 我看向江培 江培则是拉着我的手往前走 爸 阿姨 这是我女朋友 云熙 今天特地带着她 过来上门看看你们 江董笑眯眯地说 你们两个应该在公司都认识吧 我善笑道 认识 无梦咬着牙 还挺熟 我死死掐着江培的手心 脸上的假笑几乎快要绷不住了 无梦也很快就从震惊变成了假笑 我第一次看见无梦这么温婉 完全和在公司里面的母老虎判若两人 无梦估计也是第一次看见我这么有礼貌 一口一个无阿姨的叫 最后 这顿饭吃得我坐立难安 直到临走前 无梦弟给我一个沉甸甸的大红包 小夕以后常来家里做客啊 我接过红包 谢谢阿姨 出门之后 我总算松了一口气 一旁开车的江培则是快要笑抽过去了 我狠狠捶了她几下 为什么不跟我说无梦是你小妈的事 你就是故意看我笑话的对吧 江培凑上前去揉了揉我的头发 然后给我系好安全带 我这不是怕跟你说了 你们两个在公司碰见尴尬吗 你不说 我就不尴尬了 我狠狠又捶了她几下才解气 江培哄我 好了 宝贝 今天晚上想吃什么 随便挑 一会儿我给你发一个大红包补偿一下 我这才转怒为喜 我要吃公司对面新开的那家法国餐厅 所有的菜都要点一遍 江培宠溺道 好 我松弛地坐在江培的副驾驶上吃着零食 看向一排排高大的梧桐树 从车窗外一闪而过 午后的阳光 惬意又温暖 我抬手扣住江培的手 江培用拇指点了点我的手 等绿灯的间隙 我们相识一笑 希望以后的每个日子 都能过得如这般顺遂又甜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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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